这厨房啊 烟都排不出去 你要是在这里炒菜的话 那不冒烟了 hello 大家好 我是黄一串 今天要去费东屏商那边帮粉丝弄一个抽烟机 他说犀利太小了 客户家厨房掉的是大板 这种板的话 现在想要爬到上面去看 都爬不上去啊 全部都密封死了 然后客户呢 他说这个烟管拆下来了之后 他的抽烟会比较大 他就怀疑这条管太小了 这是先吊顶后面装的橱柜 这一块估计就很难拆 我们看能不能想办法把这一块给他拆出来 然后爬上去看一下 我们问了做吊顶的师傅 问他是哪一块好拆 他说这一块大的话比较好拆一点 用个小刀慢慢的割 然后就可以把它抬上去了 但是这条热水器的排烟管一直挡在这里 所以要拆就老是被他卡住 不是很好拆 就是这条热水器的排烟管一直在这里挨着死 要不然的话早就拆下来了 咱们看一下之前的这条排烟管是不是有点取责 现在他一开的话你看他就会折得更加厉害 前面弯过来这里还打个S弯 是不是这个问题 现在我们就点个烟圈给他试一下 你看他根本就抽不上去 满屋只跑 你看这样的话哪里行是吗 后面炒菜的话那不是整个厨房都冒烟了 现在还一直抽不出去 整个厨房多数都是一样 是不是他这个装的比较高的原因 76公分 咱们也不知道他这个烟道里面有没有问题 我们先把这个拆下来 不要经过他的烟道 看他的效果会不会好一些 这根管我现在已经捋直了 我们再给他试一下 看会不会好一点啊这个效果 感觉也是差不多 你看你看 这个烟就是散了 会从外面跑出来的 是不是他这个油烟机装的太高的问题 那我就把抽烟机这条管也给他拔了 不经过一整条管 这样看一下他的效果如何 再给他测试一下 很明显啊 他这个效果跟刚刚 没有什么两眼了 这样的话还有风吹下来 吹到别的地方去吸也吸不上 要拿到这个位置起来 效果才会好一点 但这样肯定是不行的嘛 效果还是不理想啊 可是他说他自己也买了一条180的管 让我换上去试一下看到底是不是这个管的问题 这个是180的管 大一点 效果肯定会好 他之前装的这条管呢 是稍微比较长 而且也比较软 他后面这条管的话 他是比较硬的 现在给他调化 本来客户呢 是想化成PVC的 但是我出去外面找了一圈 没有客户想要的那个180的排污管 他说在网上买的话是有 但是我记得向下是没有这个规格的 只有200还有160的 好 现在这条管我们已经重新接了 现在给他测试一下 把这个抽烟机的吸力给他调到最大 现在有好很多 刚刚好太多人之前那里修不上去 我说他那个管道影响很大的 确实是那条烟管的问题哦 你看现在的话 效果非常的明显 跟刚刚比 刚刚这整个厨房都冒烟了 他都吸不进去 那现在这个效果呢 客户还是比较满意的 比刚刚要打太多了 那证明刚刚那条管 他确实是有问题啊 第一个他是比较小 然后他也弯曲太多处了 如果你家正在装修的话哦 那么你装这个秧机的时候 特别注意那条管啊 不能太长也不能太软 咱们给他买质量好一点啊 要是说有缘机配的质量不够好 咱们就单独自己买 厨房对女人来说很重要 你要是厨房都没搞好 你还想你老婆做饭给你吃 还是自己去点外卖吧 好了现在这个胶也给他打上了 对确实实实证明 好 更多 确实实实实感